今天是我們在No Way的第二天 第一天呢 因為就是純粹是趕路和休息 然後第二天才要真的開始玩 我們今天會去Front 有很多霞灣的地方 Alright guys are you ready? Yes! Go! Let's go 好 因為這趟路也要開將近三個小時 所以我們路邊有看到漂亮的風景的時候 我們就會停下來 然後像這個樣子 登登 這應該算是霞灣吧 它就是左右兩側高起來 然後中間一條河這樣咻 但是到時候到Front那邊會有更明顯的霞灣 它兩邊真的是峭壁的那種感覺 這邊當然就是可能路上的一些比較平緩的風景 其實沿路上開車過來都是這種感覺 還不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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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中途休息一下 然後剛好這邊路上會經過一個景點 它這個好像是木造的教堂 就這樣 然後這裡它是結合一個博物館的票價 如果是學生票價的話 教堂和博物館大概是9歐元 學生票 然後教堂的話在那邊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買票然後進去看一下 它的梁珠和牆壁是這樣子 然後導演看這裡有一個上士圖 用這種神奇的方式木頭一個接一個 蠻特別的 他說這個 教堂已經有800年的歷史 然後他們是透過裡面 他每一年的那個年輪 回去可以判斷 不知道為什麼 已經砍死了還有年輪 這個就是他說的那個年輪對不對 是已經砍掉了 都蓋成房子了還有年輪可以砍 對啊 哇 看那個間距就知道是哪一段 哪個年代 有 我們剛剛已經看完裡面的博物館了 我們吸收了充分的那個有關教堂的資訊 現在在我後面的這個就是有800年歷史的 維京教堂 然後呢它的旁邊就是墓地 而且它這個教堂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小 我原本以為很大 但後來發現就是還蠻小的 去看一下 然後這裡可以看到這個牆壁上都有這種十字的東西 它應該都是支撐和固定用的 就連這邊也有 因為他們木頭做的嘛 所以加這些很斜斜的 有助於支撐整個建築物 然後這邊就是耶穌 這個門 這維京人過得去嗎 維京人不是都很胖嗎 因為他們過不去 維京人都很胖 這個木頭不知道是什麼 黑黑的 然後一直聞到一種木頭味 燙味 這看起來是燒滾 對啊 這感覺是燒滾 雞查一下 但是那邊當然有時候不能碰 其實連這個屋檐 好看來都是木頭 一片一片的 欸 我發現了 它工業風 這裡有個消防管線 被我抓到 唉唷 八百年前的維京人就懂消防 厲害 再給一個respect 我們這個教堂的景點已經看完了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繼續要往Fram那邊繼續前進 大概也是要開一個多小時吧 漫長的公路旅行 然後這個是我們今天要住的地方 它離Fram有點距離 所以嚴格來說我們還沒有到Fram 我們就是先來check in這樣 我們可能是明天才去Fram 因為現在已經下午4點了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庭院 我們可能這兩天會找一個時間在這邊 就是烤肉 這是我們住的地方 然後走進來 這裡是 這裡是琉璃台 然後這個是沙發床 變成一個雙人床 然後這裡面呢 又可以睡三個人 它是一個比較簡單的 度假小木屋的感覺 然後這裡面呢 是浴室 簡單乾淨 還不錯 好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那我們就 等一下再去跑下一個點吧 那邊有瀑布 然後我們要去看一下 是民宿的老闆推薦的 他說這邊走路就可以到了 我們在納維 他在拍攝影響 他在拍攝影響 所以我們去探訪 OK 我會成為今天的指導 OK,好棒 走 GOGOGO 欸感覺涼涼的 有種 水汽的感覺 有喔 不開始被水滲到喔 喔喔喔喔喔 喔靠 你看 哇 哇 這個瀑布 那個海風喔 不是海風啊 瀑布風 你看 我應該可以放在這裡 超猛的 而且這個泥都是充滿水汽 整個 整個會開始會濕了的那種 好可怕 欸 它是往 往右邊上去 它是往右邊上去 剛剛離瀑布比較遠一點 我應該要回去了 我應該要回去了 阿貝 雨滲了 不要飆 桑鳥還在瀑布 現在我們又來到另外一個景點 這個地方是距離 Fram開設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然後它是一個附近的一個自搞點 叫做Lookout 後面那個地方可以走出去 然後就看整個下面的景色 我們現在要過去跟他們看一下 我們現在要到這個上面 然後它到邊邊的地方 它還給你用玻璃 而且是斜的玻璃 這邊 是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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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請你留言 哇 這裡 這裡 你可以看到 打球 很正面 很棒 我看 我會告訴你 你看 這裡 很小 我认为是一个小小的房子 多么多个小的房子 所以您的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景观 我觉得这就像是在新的世界上 我的天 我认为我会毁了 我会找到一个工作 我会工作甚至一个 server 我认为我可以赢更多 好,我会把这个视频送到国际上 国际上会给你一个工作 来介绍到自然的科学 这个景点如果你住在附近的话 我其实还蛮建议来的 因为它的这个工程感觉还蛮浩大的 但是它其实就是上去拍照 然后看一下 所以也不会说到特别好玩 但如果能踩这个点 看一下它的这个感觉也还算不错 今天的行程大概就到这边 然后因为太阳都是10点多 快10点才下山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快12点了 我们才在弄晚餐 那明天也是会早起 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 好,那就明天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